大家好,我是老韩 针对网上的一些视频 可不可以直接拿来进行使用? 互联网当中有一些视频 是不是会涉及到版权问题? 那么对于自媒体人来说 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以及怎么去正确的利用这些视频来赚钱? 其实很多新手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 所理解的自媒体短视频的形式 就是自己进行拍摄 很多人其实都不了解 去使用网上他人的视频 也是可以去靠自媒体赚钱的 同时也是可以算作原创作品的 这一点是很多新手容易误解的 其实自媒体短视频 在视频形式上可以分成两种形式 一种就是真人出镜的形式 也就是大家自己进行拍摄 并且自己本人进行出镜 一般来讲 只是自己简单进行拍摄 不出镜的这种视频 它的内容质量是太低的 平台的话一般是不太认可这种内容的 很多人就是简单的拿着手机在走路的过程当中 随便的拍一段视频 有的甚至就是视频整体的质量非常低 画面晃动的非常厉害 就以这种形式所拍摄的视频 不管它的质量高低 不管画面是好是坏 那么这种形式的视频 在目前来讲 在自媒体这个行业里边 它是不属于我们所说的原创作品的 那么原创作品对于真人拍摄 对于我们自己去拍摄这个角度去讲的话 一定是要真人出镜的 有的就是拍摄你自己 有的就是两个人合作 有一个人进行拍摄 一个人进行出镜 但是一定是要有一个出镜人的 没有出镜人的视频的话 这个是不行的 那么另外一种形式就是 非本人拍摄的这种视频 其实也是可以去做的 就是利用网上的一些视频素材 然后进行二次创作 把它做成一条自己的视频 这种形式也是完全可以的 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去利用到网上他人的视频 来做自媒体的话 是完全可以做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就是完全可以做 并不代表着说随便做都可以 有的人把网上的一些视频 直接下载下来 或者就是有的人 甚至连基本上下载都不会 直接就把网上的这些视频 进行录屏 进行屏幕播放 直接录制 以这种方式 其实今天咱们来看的话 其实是一种非常傻的行为 原因很简单 因为很多视频都是能够下载的 只不过说 有些人他找不到正确的下载方法 就是他不会下载 所以说怎么办 就跑去录屏 咱们千万不要干这种傻事 大家要记住一点 如果说你找不到方法 宁可不使用这个视频 也不要采取录屏的形式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录屏占用你的时间太长了 有的人说 我看了一个多小时 看到了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里边有五六十分钟的视频素材 我都想给他录下来 所以他直接就去录制视频了 那么整个录制的过程 就用了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种情况下 你还干不干别的事呢 所以说千万不要干这种傻事 这是很多自媒体新人 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在电脑基础比较薄落的情况下 才会犯了一个错误 那么有了这些视频之后 我们发到自媒体平台上 是不是就能赚钱了呢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并没有那么简单 并不是说我们拿了视频 然后去发就能赚钱 如果真的那么简单的话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 所有人基本上都能满足这样的条件 就大家基本上都会随便下载个视频 随便发布 这么一发 然后大家都能赚钱 那怎么可能呢 肯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我们想实现赚钱 还得去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账号运营层面的问题 这里的账号运营层面的 主要是针对平台来讲的 就是我们发的视频 你发到平台上 很多时候呢 是可以发布成功的 但是真的能挣到钱吗 这里边存在着很大的疑问 因为大多数的新手呢 其实这么发的作品 它都是不赚钱的 收益非常低 而且呢 很多人的这种做法 流量极低的情况下 又没有单价 基本上就是每条视频的收录 都不超过一分钱 也就代表着说 你的这个视频的收益 基本上展示呢 就是为零 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就觉得说 自媒体不能赚钱了 我发视频 它就没有收益 大多数新手呢 都是这么判断问题的 咱们不去讨论这个对 或者是错 只不过说呢 很明显的就是 大家进入了一个误区 就是我们不了解 平台规则的情况下 你的账号运营 不能说那么随意 简单的去直接运营发布 所以咱们在整体 做自媒体的过程当中 要考虑一个问题 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 这个事呢 它有没有门槛 是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做 是不是做起来非常简单 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 那你想想 所有人都能这么简单的 去做的情况下 那么它真的能赚钱吗 相信啊 大家心里呢 已经有正确的答案了 咱们做自媒体 其实归根到底 赚的这个收益呢 是平台给的 所以你不围绕平台去做 不按平台要求去做的话 这个基本上是很难赚到钱的 或者说单账号的收益 是很难突破2000块钱的 这里的2000块钱呢 就是每个月2000块钱 不是说一天2000块钱 所以说呢 大家也能对比出收益的差距 人家做的好的自媒体人 单账号每天的收益 可能呢 能达到5000块钱以上 而且呢 还不是说纯头部账号 如果是头部账号的话呢 收入可能更高 那么对于一些新手来讲 在不懂规则的情况下 你做上一个月 或者你做上一年半载的时间 在自媒体这个行业里边 整体的收益 每个月还不超过2000块钱 那这个时候 对于很多人来讲 其实呢 是很难接受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新手 对于这种收入层次呢 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有些人觉得说 我一个月靠自媒体 能赚个1000块钱 我就满足了 但是呢 实话告诉大家 不管大家的要求 是高还是低 真的到了实在的收益 这方面的时候呢 影响大家收入的 真的说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想要一个月赚1000块钱 其实难度呢 也不小 因为很多人啊 大家可以到平台上去看 相当于大部分新手 基本上收益呢 都不超过100块钱 也就是说 你可能坐上好几个月的时间 很长时间 这个账号收益呢 都达不到100块钱 有的人呢 都达不到50块钱 甚至还有很夸张的一些朋友 坐上一年多的时间 那收益呢 也不超过100 像这种情况下 就没有必要说 埋头的去坚持创作内容了 一定是先得找自己的问题 你的账号发的内容呢 一定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所以呢 这个是整体方向选择的问题 那么我们从素材的获取这个层面去讲 利用到网上的一些 所谓的无字幕的一些视频素材 这个呢 是最好的视频素材来源了 那么利用这些视频素材去赚钱 这个方向没有问题 但是不是简单的说 把这些视频下载下来 再发到自媒体平台上就能赚钱了呢 想赚钱呢 一定还得经过 大家自己的视频创作 视频素材的来源 它只是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因素之后 拿到了这些视频之后 我们再去创作属于自己的视频 也就是视频画面 你可以用人家的 那么视频当中其他的元素呢 比如说视频的文案 视频的声音 以及视频的画面 和视频文案的搭配 它是需要进行一定的对应的 等等各个方面 大家都需要做到 这样做出来的视频 才能够满足平台的要求 才能够说有机会去获取比较高的收益 咱们说白了 做自媒体呢 就是为了赚钱 如果说你不奔着赚钱的方法去做的话 那这个呢 其实呢 就是背道而驰 永远也赚不到钱的 好了 今天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 课程就在 视频的先方 感谢大家点赞观众 支持咱们下期